昨天太阳头我是妍妍 自由高照我是加玛 天板星空我是卢卢 是啊我们再看一下中华圈的新闻 其实昨天我们谈到了百度的事 那么今天呢有进一步的进展 就是涉案的这家医院 也就是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 已经宣布停诊了 是停诊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战时的一个现象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这个消息 谈到有另外一个病人 他的母亲姓刘 他患了这个宫颈癌 结果他就也是在这个百度上面 看到了这个消息 就来到这家医院就治疗 就是生物治疗一次是3000元人民币 他住了好长一段时间 一年里面大概花了9万 9万这个什么人民币 然后呢 这个这个他这个这位病人的家属呢 就说他是通过百度和央视啊 你看百度是一个央视是另外一个新闻 了解到这家医院和这个治疗方法的 说特别的有效 之前的医院也没有介绍过 有任何关于外包的信息 那母亲呢多次在这里住院 但是呢输血后呢白血包白细胞呢 就一直上升 并且也没有任何的好转啊 虽然这是一个很短的一个回应啊 他对记者一个很短的回应 但是他几个事情他透露的 第一他是通过百度和央视 你看啊 这百度是什么 百度是中国第一大 而且是唯一的就是搜索引擎 对吧 央视是什么意思 央视是什么意思 央视 央视就是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 就是最权威的那个 最高级的最高层的那个电视台 对吧 所以这些信息都是由这里来来的 是说如果这百度该不该 就是停顿 这个整顿一下 停下来整顿一下 这个央视该不该也停下来整顿一下 看来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就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这都是体制 你知道吗 这都是体制 但相比而言呢 这个这个武警第二医院呢 是可以停下来的 是比较小的一个一个状况 就是他停下来 不至于对这个国家 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是真正的 这个这个问题上的 祸首 我觉得这个百度和央视的责任 比这个什么 比那个什么更更严重 比那个医院本身来的更严重 那我都感觉 似乎这也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 之前还有一个网友在share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 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最著名的一个媒体 还有南方周末 南方周刊 在南方周末报纸的背后 就有一家医院做他的特殊治疗 就是一个广告 而且这家医院就是我们所说的 莆田戏市医院 就像是今天我们所说的 五景第二医院 总医院是这样子的一个医院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的这种商业广告体制 它是存在漏洞的 它不仅是商业广告体制 存在漏洞 它整个传媒 存在漏洞 对吧 第一 第二 整个卫生部就存在漏洞 是吧 第三 整个国务院也存在漏洞 对吧 第四 整个中共中央也存在一个漏洞 对吧 所以这 要不然的话 谁一手遮天能够撑得住这个百度呢 谁一手遮天能够撑得住央视呢 对吧 谁一手遮天能够撑得住几千个莆田戏呢 在全中国 所以莆田戏跟某些人 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这个 我们所说的 假如说我们也是一家媒体 对吗 然后我们如果是有一个客户 想到我们媒体来做港告 那么我们是不是先审核这家 这家厂商 它的真实度是怎样的 肯定要 还是我们就不看 只要是能够拿钱就可以 不行 那我们肯定要 我们肯定要看这个东西 是行还是不行 对啊 具体上我们没有一些科学上的理论操作 不知道这家厂商是正确的 还是错 对没错 或者是它的产品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这个广告是有条条例条规约束的 你如果你可以注意看这个所有的电视台 在在中国 在马来西亚也一样 所有的电视台 它所要播出的这个电视广告 还是有一定的条例给约束的 所以还是有它的这个背景的这个状况 要去调查的 你不能说 比如说我做一个医院的广告 那我是电视台 只要你给钱 我就给你打了 那背景你要不要调查 当然要调查 要调查它的这个背景 你要提供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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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这些资料 OK 如果提供了这些资料的话 你认为没问题 这资料都齐全了 你给它播了 好 播了之后问题出来了 其实最后你知道问题在哪吗 问题就是给这些电 给这些这个医院出证明的这些机构 那这些机构又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什么 比如说卫生部啦 医药局啦 什么都给他们出了这些证明 所以出了证明 然后拿到百度去 百度就给他给他打了这个广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卫生局卫生部 是不是要负谁责任 对不对 这卫生部谁管这卫生部 卫生局国务院管它 对不对 国务院依照谁给的这个指示呢 依照中共中央给的这个指示 所以谁该负责 其实有时候这个问题 还不应该太就是 有时候就是在中国 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体制当中 有时候即使就是话不出中南海 就是这句这个条例 就是领导人他会说 但是下半人不按照领导人的人的话去做 这也是有一个原因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领导人推辞责任的一个说法 什么话不出中南海 你都跨出中南海 你都跨到南海去了 还是中南海呢 这又谈到南海上去了 我们跨度太大了 是 对 所以你不要说你的话不出中南海 你的话的这个力度是很强的 什么中共中央什么红铜文件一大套的 对不对 一直传到最底下去 但它力度是很强的 最关键是什么呢 其实关键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利益的漩涡 一个利益的网 一个利益网 所以这个利益网牵涉到谁了呢 它就是牵涉到谁 你比如说 现在咱们看这个巴达玛的这个世界啊 就是曝光了 对吧 曝光了之后呢 最近呢 在这个 呃 他所巴达玛这个是这个什么 那个文件里面所泄露的这些中央领导人的这些子女啊 就包括这个李鹏的女儿了 包括这个张高丽的女儿了 包括这个呃 刘 刘什么 刘 刘云山的那个 媳妇 媳妇了 啊 这些 他们都有什么呢 他们都有一个香港的身份 嗯哼 啊 那我就奇怪了 就是这些人都是香港生的 嗯 他们有香港身份证 呃 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周围的朋友也有些在香港工作 是 他们是大陆人 但是他们也在就几天之后 就拿到了香港身份证 就拿到了他们的呃 长久居住的一个居民身份证 是 原因是什么呢 我这个朋友说 其实中国大陆的政治还不是很稳定 然后你做经济上面的 他这种跟国际性的接轨性也不是很好 所以呢 在香港的新闻自愈度也比较高 所以他们就会选择香港居住 如果有个香港身份证的话 这也 其实 其实 其实是 有点胡说八道 啊 我 我觉得为什么这么讲啊 就首先给他看你是什么人 什么背景啊 你就你那同学就拿一个香港身份证啊 他要说些什么不对的话啊 我也让 可以让他就是自到自动到这个国内去自首 嗯 对吗 什么意思呢 就是就是把把你给抓起来 给你拿到国内去 嗯 对吧 就像那书店一样的 嗯 你有什么身份证都是假的 你明白吗 嗯 你有什么身份都是假的 但为什么有些人还是去去拿这个香港身份呢 你说你的朋友拿香港身份 他起码有一点吧 他大部分时间呆在香港工作吧 对不对 但这些人拿着香港身份 他并不是呆在香港工作的 他只是拿着香港身份到香港幼一幼 然后他大部分时间还是中国或者世界各地呆着去的 但他什么 这是权贵阶层 嗯 这是精英的阶层 所以他们所做的东西跟你这帮朋友们所做的东西是两回事 虽然拿的都是香港的身份证 但是他拿香港身份证的目的跟你这个拿香港身份证的目的是绝然不一样的 嗯 所以那么他们拿香港身份证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拿香港身份证的目的就是说我有另外一个身份 我不受国内法律的约束 嗯 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嗯 对不对 就是你要查的时候是不查我的 这是中央这个什么 就安全部也好 或者是公安局也好 要查查谁 查你同学去 别查我 为什么 我爸跟那个国安部部长是朋友 你查什么呀 而且你国安部部长可能是我爸的下司呢 吓死啊 就是下一集 吓死了 但是但是这又跟就是香港身份证又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不是有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他依靠的内部关系 不是你刚才不是讲了那么多优势吗 就是他他比如说啊呃呃做生意啊什么 他比较简单啊 他因为他是香港是英国的这个制度跟马来西亚是一样的吗 然后呢他也不受这个中国税务局啊工商局啊的这这些管制吗 那这就是他的优势了对不对 但是呢他不管治谁呢 他不管治这些高干子弟的孩子对吧 但你一个普通人他什么时候想管制你还照样管制的 嗯对吧 嗯是 所以所以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差别 当把这些东西弄出来之后啊就是公布出来之后啊 其实有影响 为什么有影响呢 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啊他就会看他看什么呢 他看哎呃就为什么这些人都能够轻而易举他就得到一个香港身份呢 那么我们就是要得到一个香港身份那可困难了 对吗 差不多还可以 不还可以啊你首先你必须要到香港去工作呀 去工作 对谁要请你去工作 然后三年左右的时间 你说你今天我明天我就想去香港工作 谁要谁请你到香港去工作呀 对不对 有机构请你啊 这不可能啊 那那这个是14亿人至少有两亿要跑到香港去工作吧 对不对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说你必须还有至少你能去香港工作的话 你你虽然不是最高的这些精英阶层 但是你也是中等的阶层的人 你才有机会被邀请到香港去工作呀 或者是其实在香港有很大一部分在香港大学的大陆学生 然后他们毕业之后就直接留在香港工作了 呃这这部分是可能有有一有一些条件呢 他有这个机会 但这这部分人的数量其实有限的 可能有个一百人两百人这么这么个数量 去不到哪里去的这个数量 但是你说在大陆去香港工作人 我相信可能也可以要跟十万人二十万人这么多人嘛 对不对 但那这什么机构呢 就是每个省他都有一些机构嘛 在在香港 每个省都会有一些机构在香港 所以每个省底下的机构的这些人 什么局长的儿子啊 什么这些都跑去了吗 就去香港了 其实现在哦 呃又话说回来了 香港其实也不是那么太受人就是所所拥戴了 有很多人呢 也是就是通过香港一跳板到其他的西方国家去生活 就是关键关键是你看你是什么层次了 嗯啊 如果你那个层次还没到呢 那你就待香港嘛 对吧 你那层次到了 你就可能不待香港 你可能待纽约了 去冰山了 或者是别的地方了 对不对 啊 这这话 都这么说 好咱们呃再换换一个另外的焦点看一下 就是呃台湾吧 好不好 是啊 我们看台湾这个最近啊 那内阁啊 这个名单是呃出来了哈 这别的我们不提 我们单提一样东西啊 在40个内阁阁员里面啊 呃 其中只有四个人是女性 哦 呃 这里让我看到两个点 第一个点呢 40个内阁阁员 这台湾40个内阁阁员比马来下还大一点 哪个阁阁员 啊 哪个阁阁员 马来下还只有三十几个内阁阁员 马来下应该算是很大的 但是还没有台湾那么大 呃 这个是要吸寻向台湾学习的一个地方啊 呃 第二呢 这是台湾可能也 也 我马来下也要向台湾学习 马来下可能连这个四个女性都没有 好像我注意了下 横扫了一下马来下的阁阁员 只有两个女性 哈哈 那那大家因为这种女性男性的不平等出来抗议没有 但是台湾出来抗议了 是 对 哈哈 那你怎么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台湾出来抗议 因为台湾那首先呢 就是一个就是民主思想特别高的一个呃 地区或者是国家 呃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呃情形之下 女性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的话 呃 也是呃 也是正常的一种现象 是 那我们看到这在台湾那个呃 呃 好多妇女组织啊 包括呃 妇女新知啊 呃 主妇联盟啊 呃 立新 基金会啊 等等的哈 他们就昨天在呃 民主党啊 不是民主党 民进党的一楼召开一个记者会 呃 以讽刺剧来这个讽刺蔡英文 呃 呃 带着战后的婴儿潮男性挤入政治参与的 这个窄门后就把门给关上了 叫做一女升天 这是重男登天 就哈哈哈哈 就是就是蔡英文自己一女升天啊 就一大帮男的就跟着进来了 结果呢 多数女性都挡在这个参政大门的外面 所以这些代表们啊 就合力就把桌子给掀翻了 就给蔡英文看 表达他们对蔡英文的这个愤怒 是啊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是把他算到每个人因为自己得到的利益少了 而起了一种呃抗议或者是声音还是因为真的是民主政治 我们要需要男女平等起了一种抗议的声音呢 那或许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蔡英文怎么说啊 他在facebook上他讲他说 大家的监督是我的压力 呃也也会是我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 呃 他充分明白一位女总统的出现吗 不必然等于是整个社会女性地位的提升 呃 这不仅是反省呃 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 他也承诺说新政府呢 一定会落实性别主流化 希望性别平等的想法可以落实到每一个不同的职业领域 也会要求执政团队在所有的决策当中 务必要把性别议题纳入考虑啊 哎 这么是一个很谦逊的一个一个说法 他证明话外的意思是说 呃 其他的女性现在不够资格进入内阁 对了 太对了 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努力的 对对你一语道破 对吧 所以所以这是有的时候呢 不能光靠 呃 就是说啊 我女权 我女性什么呢 我都一定要这 要那个 对你是有机会要的 但是呢 你还是要把自己打造的有资格去要 才行 这一定是过得不行它们的 这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难养的